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各位朋友大家知道我人在哪里当在金门吃好料那金门好料当然不止妈妈的味道吃吃喝在台北我其实也蛮熟的因为这个地方大概待了30多年那大家也知道我平常骑摩托车到处在台北跑新闻我有个优点我只要看到有人大排长龙我一定会停下来看为什么在排长龙那通常都是 排队等好吃的那在排的时候我不会去排我把柱子把它记下来下次经过人很少的时候我就去吃那如果有很多人排队等着去吃这家东西肯定很特殊绝对不会太难吃嘛 所以我就这样累积了很多吃的经验那我吃当然很多大饭店的那个我因为当记者所以很多场合我也吃够了那我要讲的是比较寻常百姓的它不是五星级饭店 它就是比较普通或者路边摊都有它们都有它特色那我又爱发问我当记者有时候会跟老板聊天那当然因为这些年拜我还是电视上的名嘴所以很多老板看到我也很亲切那所以我就有一些故事了吃的故事老板的故事我有个好朋友啊他叫陶晶莹很多人叫他陶子 最近开一家店其实他过去就常开他有一次跟陶晶莹合作一家店大家知道陶晶莹开的KIKI嘛那个辣味的传菜很有名那你到KIKI吃当然别忘了要点苍蝇头苍蝇头是他们的里面好吃的菜那其他都有各位朋友你可以上上网去找KIKI KIKI 那国际洋馆附近有一家东风街也有一家这两家是我比较有吃过的那陶晶莹有一次跟他合开好一家他就想说一定要带菜来给我吃吃看 因为我们过去在飞雷电台有时候会碰到面 所以他就带过来我就吃我说你这个菜哪里哪里 他说没想到你还吃出我们的那个本事啊本事就是他们的厉害之处啊 那我有时候讲喔其实人生何处不相逢 就是相逢在于美味啊 这陶晶莹最近开一家店我不是特别要因为他的店我还没去吃过 但是我相信他的一些眼光独特 我有一些朋友吃过我问他们说他现在开什么店 他说这家叫辣杯杯 吃东西很辣对不对 四川菜很辣是不是 杯子的杯他就外带为主啊 当然他刚开啊 那辣的东西好不好吃 大家想到的川菜湖南菜 台北湖南菜我最常去的这一家 湖南菜最有名的 当然就是 一优任提制的这一家 那在我们楼师福路 那这一家为什么大家会那么喜欢吃 因为他开了非常久啊 客上天南台 在鸡然天上客 他这家叫天南台 天南台在哪里啊 在楼师福路 大概 应该跟 我看 应该在铃坡西街这边的路口啊 南门市场 谁对边 这家开非常久 我也吃过非常多吃 那他最有名的就是 你知道香菜最有名的 并不是左中堂基喔 是香菜 他有好几个 香提是一个 就是提榜下去做的 那他也有一些 大家觉得说很辣的 那现在老板已经慢慢的不辣 不辣就是说他去年喔 因为疫情他曾经有稍稍的停过 后来说干脆要收了 很多老朋友觉得不可以 怎么可以这样 要求他你一定要重新开 我们会再回来 后来他们就回来了 那回来 天南台 各位朋友 你要知道更多自信的话 就去Google Yahoo 但我今天要讲的 不是讲香菜 也不是要讲川菜 川菜当然Kiki是有名 我觉得我吃过最好吃的川菜 味道最不变的 其实是在国宾饭店里面的香菜館 我吃过好几次 那当然他里面的价格会比较贵 所以我也没有很建议朋友 你如果要吃川妹子 川妹子也在盐集街的巷子里面 其实我讲这东西 不特别去讲名住址或电话 因为你Google Yahoo 搜寻就搜寻得到啦 川妹子 那你要吃辣还有一家 这家我印象非常好 他在华市盐集街的华市对面 他叫黄辰老妈 这个老板还会创很多新菜 那这家也是在台湾的川菜街非常有名 他只要创了菜以后很多人都去写 他说我也不怕人家写 我要让川菜发扬光大 我过去才报社一个同事 他也是非常迷念 他就持续记者跑去四川写 你知道吗 写回来开了一家 他才开了十年 后来太累了就收了 他这家本来开在 逸江街123的 不过已经收了 我先跟各位朋友讲 江山的江 开在西门町里面 那他又喜欢喝酒 所以他这家店叫做林美如 双木林美丽的美 如果的如 因为已经没有了 所以我也不能跟各位讲的太多了 为什么叫林美如 因为他喜欢喝两杯 林米如 这个朋友很有意思 过去专门跑监察院 跟陈彦博很要好 他们一起跑监察院 那跟我报社同事 那我要讲的 其实最主要的主题 并不是这些辣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在台湾吃辣 很少人说 我纯粹去吃四川菜 或吃湖南菜 其实贵州菜也很辣 只是台湾贵州的餐厅很少 那 有一家叫前沿 一个金 一个黑在一个金 今天的金 在西门町 那他也是疫情间收了 我也是吃他很多年 因为以前靠我们在中国时报很近 那贵州菜曾经流行 是因为以前党国大佬 古正刚 他们贵州 他们喜欢吃这个 那 其实各位朋友 各地的菜 因为到台湾 它都会有一些变化 所以我讲 现在在台湾的辣 我们现在讲的辣是什么 大家最亲民最多人吃 其实就是麻辣锅 我讲就是麻辣锅 这种天气你说 小董你讲的 对 没错 这种天气 冬天 一群人围着一个锅 软轰轰一边聊天 一边把自己想吃的菜下去 下去让它算一下 或者怎么样 那种感觉很舒服 香港有个美食家叫菜兰 他说 他最讨厌吃火锅 他什么东西都扔到一个锅子里面 他不晓得其实 那个是不一样的 很多工具 很多食物的部位 同样一个牛的部位 你扔到火锅 你烫的时间不一样 有些东西比较好的 你要它刚刚熟的时候吃 或者八分熟的时候吃 每一个东西吃起来都不一样 它的美味在其中 很多人完全不了解 有它的境界 那我们当然很多人 葫芦吞少 想吃什么 全部把它丢进去 反正沾那个味道出来就吃了 那也是一种吃法 简便 可是很多食物的美味 你会流失 那你要问我 那小董你讲麻辣锅 你觉得你吃过麻辣锅 哪一家最好吃 我吃过这家在 和平东路三段六十号 为什么记那么清楚 因为我每天都会经过 他就在梅花西苑正对面 敦化栏路跟和平东路 和平东路三段六十号 就在和平东路跟敦化栏路交汇口 有一家土黄色的 看起来像电力公司的那个颜色 这家叫蘸记 蘸天佑的蘸 蘸记 麻辣锅 是我吃过最好的 这个老板 他们有三个人合作 他那时候要开的时候 他就请我 跟一些朋友说 来吃吃看 他不是做吃吃吃吃吃吃 这个老板是在做刀子 那种工具的刀子 厨房的刀子 或者一些观赏的刀子 他是一家非常大的刀子工厂的老板 他们几个兄弟合作 那他的订单主要是国外 那他跟我讲说 他们几个 三个人合作开了这一家 请我吃 那时候开在南京东路二段 一个地下室 那我当然不是 非常懂得吃这些辣的东西 但是因为他好意我就去吃 吃了以后我惊为天人 我说台北麻辣锅 我从早期吃过灵剂 大家知道台北 比较早的麻辣锅 因为麻辣锅是 这二三十年来香港人传过来 台湾人才喜欢吃 那在香港还没传过来 其实我们也有 叫灵剂 在信义路四段 古灵头的灵 日记的剂 我刚讲治安剂也是日记的剂 就代表一个唐号 灵剂 他们甚至还卖外带 那过去胡锦 胡姐 他开了一家添辣子 很多人喜欢吃辣 就喜欢去 那时候就开在大安站附近 当然他现在没做了 也是非常叫好叫做的 但我讲现在是郭 郭第一名就是詹继 我心中的那个 那我心中第二就是太和店 太和店在信义路 就是在过去灵剂的鞋对面 这家店大概 我印象中开了大概快二十年了 这店香港人来最喜欢吃这里 香港最喜欢吃这家跟阿杜 阿杜麻辣锅 杜甫的杜 各位都可以上网 你不一定要像我说 一定要把柱子什么记下来不用 我是因为长期柱子 我就有时候会把它背下来 你只要把名字记下来 你Google 雅虎 绝对搜寻得到 太和店的特色是什么 就是它那香港口味 而且它比较贵 它特别贵 就是不能说表格 它特别贵 它食材特别好 谁最喜欢吃 刘德华来一定去吃 郭富城来一定去吃 所以你就知道 香港人很迷念它的味道 大家知道北京有三个店 对不对 那太和店 太太的太 和气的和 和和气的和 我和你的和 太和店 中和店 大家知道北京的店 那我们可以看到 就这两家是小董特别讲的 我刚刚为什么特别讲这个记呢 记就是表示一个唐号 譬如说我要开一家店 我叫董记 对不对 董记 然后就表示这老板姓董 詹记的老板姓董 后来呢 后来我听我一个朋友讲说 他们后来好像拆复了 那我这朋友现在还有没有齿骨 我不晓得 因为吃了我非常感动 我说我以后要带朋友来吃 你能不能帮我定位 他说定位没办法定 你来我可以 请他们跟你打九五折 我说你帮我定位就好了 这么好吃一定很难定 他说就是定位没办法 连老板都没办法 为什么 因为他们完全采网路定 你在那边排队也没有用 你到现场去吃 那更没得吃 各位朋友 这家很特殊的 詹记一定要网路 你要去那边订 订了以后他排进去 他通知你 厉不厉害 好 那第三家 第三家我觉得 过去我刚讲 皇城老妈旁边 其实那边的巷子里面 为什么那里好吃的会多 因为以前电视台华视 华视在录影的时候 他们有 以前只有中式台式华视 他们有时候细节都要录很晚 录到凌晨你知道吗 后我录到晚上10点11点 后凌晨 那这些人出来讲说 去吃个东西再走啊 不然肚子饿有点冷啊 所以华视旁边好吃的就很多 就是现在的延吉街 华视现在要打掉了嘛 所以各位朋友 趁着这时候还吃 华视当然现在已经不行了 那华视那里有一家麻辣锅 也是也是香港的麻辣 还没来他就开了 他叫吴季啊 口天吴 那我吃过几次 他旁边还有一家卖麻辣 不是卖麻辣 卖那个 卖甜不辣的 阿婆甜不辣 那最喜欢呢 很多很多小演员 你吃不起什么 你就先买那个甜不辣 说今天中午要赶着要录这个 来不及了 先吃两个甜不辣 所以他这个阿婆甜不辣非常有名 那各位朋友 这吴季 我吃过印象也很深刻 那小董你还有什么季 当然我刚讲詹季 吴季 零季 大家都会有一些印象 我有一天啊 我过去在电视台主持的时候 我有个搭档叫顾明宜 顾明宜 他现在在练政大博士班 他的英文 是我碰过的朋友里面 数一数二好 因为他多一喔 考了九百多分 那我说你英文那么好 他说对啊 他可在学校成绩普通 北英尼普通 因为爱玩 爱玩考上市立大博 那 因为他长得漂亮 过去是大博小姐 选出来的大博小 有大博先生跟大博小姐 那他以前跟我搭档 搭档有一天他从国外回来 他说 董哥好久没方便了 要吃个饭喔 我说啊你在哪里 他说我等一下上飞机 我大概几点会回来 我就从机场来跟你吃饭 我说拜托我 你这样很敢 他说没关系 我们一定要聊聊天 不是吃饭齐吃啊 我说好 我说我一个朋友 刚好有一家麻辣锅 刚好开了 我说去吃一下吧 就我们两个人 他说好喔 他来的时候 两个大行李 女生出门行李 比较多 在一线路叫红九九 红九九 原来过去是比较通俗的 那老板过去 跟我很要好 不过我那次妻子 看到他儿子 那他那时候刚开啊 他是一个人也可以吃的 红色的红 123456789 九九 红九九 过去开在盐局街的巷子里面 那过去因为我们那时候还在报社 我们就报社有时候 因为我当 我当市政组的组长 大家一起下班 稿子到这里 结稿了 那我把稿子看一看 就送出去 然后就带大家去吃个东西 常常去红九九 红九九 因为就是一个锅嘛 你爱吃什么你自己放 就在那边聊天 聊今天的采访心得 或最近有碰到怎么样的情况 所以我在那边吃了不下50次 那老板呢 老板姓沈 叫沈一瓶 一瓶两瓶的瓶 一瓶带刀四味 一瓶 我就说 那你呢 你东西是什么 他也是有一次去四川 吃了解了经验 他就留在当地学 学了以后 那时候两岸已经开放了 他就 弄进很多那种麻辣的东西 你知道 麻辣锅好吃的不是辣 是麻 麻比辣重要 辣的东西到处是 所以他就 他自己去研发 然后也弄了一些东西 也蛮好吃的 那这一家我是小董 特别跟各位推荐 红九九是值得推荐 我有一阵子 就常去 我们的 复兴站 大家知道捷印站 忠孝复兴站 忠孝复兴站 那当然 那边最主要的地标 是收口百货 我有时候在那里 就是吃一家火锅 这家火锅 他的饼非常好吃 叫麻饼 麻婆豆腐的麻 这老板 他有个弟弟在演以前 叫张永正 老板叫张永华 张永正 以前都跟张小燕他们在拍 他是演丑角 丑角 丑角叫歪哥 歪就是不正 他哥哥叫张永华 他也是四川邪了非常多的 他就开这家店叫川八子 八子就是 他们四川或者西藏这边 称呼人家叫人就叫八 所以你到西藏人家说 哦这个人是康八漢子 那阿八呢 穿八子 阿八也有一个意义 我们大家知道 四川大家都知道是称为鼠 可是有人叫巴鼠 巴山属水 那他的风情特别不一样 我很喜欢四川啊 尤其是喜欢成都 那穿八子 他后来曾经 在呼行北路也开一家 后来就收了 哦 因为好像是家庭的因素 就家庭因素 并不是生意不好 那他有些小菜很好吃 最好的小菜就是 他用那个芥末 然后再把那个鱼皮啊 放在芥末 你吃起来 哇彈牙又好吃 我那时候都吃两三盘 老板对我非常好 那他的麻辣当然不用讲 川八子他现在重开 各位朋友上网 我原来印象他重开的时候 是开在吉林路 那现在听说松江路也有 各位你可以上网 巴就是 巴西的巴 儿子的子 川八子 川八子 那还要跟各位朋友介绍一家 很多年轻人都喜欢吃 叫马拉 他的分店非常多 公馆啊 什么心意区啊 马英九的嘛 很辣的辣 各位朋友你可以找 他每家的水准都不错 而且他是比较平价 那还有一家 也可以 拿过来跟各位讲一讲 他叫新店 东西很新 新辣的新喔 不是新旧的新喔 叫新店皇宫 皇宫大殿的殿 各位朋友 新店名字很特殊 你以为在新店 不是 请你上网 做一点功课 那这个小董 在新村 跟各位 辣一下 我们来麻一麻 辣一辣 多爽啊 团聚 那等一下回来 我再讲其他的话题 马上回来 我在刚上一段 各位朋友 新年还是快乐 我在刚上一段 我在讲说 华市附近的好吃的 对不对 皇城老妈 阿婆天不辣 吴季 那很多朋友讲说 欸对喔 电视台附近 为什么会有好吃的 因为那些演员 晚上拍完戏 他晚上 常是凌晨了 你要吃个东西 那 你东西也不能太差 因为这些人 他们常在海外 或在哪里演唱会 或什么 他嘴巴也很叼 对不对 所以这里喔 其实这里如果再往旁边走就是 宗教东路就是大鸡蛋嘛 大鸡蛋这里有一家电火长器 他叫雅燕 雅是风雅 雅典的雅 希腊雅典的雅 燕呢 是一个草字头 在一个厌恨的燕的上半部 上半部 皇宫 圆燕 就是那个燕 草字头 燕嘛 就是厌恨的燕 可是没有下面那个心嘛 对不对 这家的港市喔 他原来开在长春路 那我吃他的时候 那我吃他的时候 因为老板认出我啦 他早年喔 在长春路就固定很多香港来的朋友 广东人喜欢去吃 再吃这一类的 譬如说港式小吃 像现在喔 我们园集街也有好几家那种 甚至西门店也有 港式的茶餐厅 那港式的东西也很多 弄成那个样子 那其实我吃过去感觉都不错 香港有很多东西很好吃啊 香港新加坡跟澳门的东西 我还蛮喜欢吃的 因为他会带一些外国人的风味进来 香港人做烧辣全世界最好 比广东人好 因为过去中国大陆占领喔 香港人在英国殖民喔 他们就每天研发什么东西好吃 那广东那边就退步了 退步了三四十年 对不对 大家可以想像 你一个饮食 退步了三十年 大师傅很会做菜 突然三四十年 他都没办法去掌勺 他什么东西都汪汪 他就断袋了 那这家雅燕 他后来很多香港人去吃 在长春路 为什么会出名呢 听说以前 香港有四个华人的警探 总警探 都拍很多电影 里面最有名的人 这叫雷肉 雷肉就是刘德华演 那个武艺探长雷肉串 后来香港成立连政公署 要抓他们 他一发现情况不对 他就跑到台湾 台湾跟香港没有引渡啊 所以他就住在台湾 那大家想说他五一探长嘛 那五一探长当然比不上陈其迈 陈其迈现在也是叫做五一市长 他到处跟人家要钱 别人不敢不给 那雷肉因为 雷肉父子 他是真有其人 他本名叫李勒 雙口里快乐的勒 他到台湾 他就在台湾买一个房子 在长春路 那时候长春路比较热闹 长春 林申北路那一带 非常热闹 那跟香港那个环华 环华有点像 所以他喜欢住这样热闹的地方 但他来台湾没有在做什么坏事啊 因为他警察跑路嘛 那他每天早上固定 就是去雅燕吃早餐 吃到中午 他习惯 吃到他死 你知道吗 三十几年 那这家 现在搬到哪里呢 搬到忠孝中路跟 光复北路口 他在二楼 下面是兴展银行 那我带朋友去吃大家都占不结果 说怎么那么好吃 有一天正丽问我 你知不知道有一家雅燕 过去在长春路 我说搬啊 他说你怎么知道搬 我说因为我昨天才去吃啊 蛤 我说因为我长气啊 为什么 因为过去靠我们联合报很近 旁边国务机样馆 现在他正对面是大鸡蛋嘛 那雅燕旁边是叫国联 国联饭店 他的饮茶店也不错 平良心讲 各位朋友喔 那他有时候下午茶会用 比如说几百块 一个人多少 啊你可以一直店 现在还有没有 我不晓得 各位朋友可以上网查一下 但我今天讲 跟各位朋友讲 就是说你有时候在 这些店里面吃吃喝喝 你说啊好要进店不用 比如说我这是录影 刚刚一个朋友 这朋友他去加拿大 他刚跑来找我 他讲说我要去加拿大 我要跟你合个照 我说好 合个照 然后 他说他因为 刚刚重重赶来没有吃东西 问我哪里有好吃 我说 就我们这里你就走过去啊 那走过去走到哪里 走到118号 大家知道 大家知道 我们这里有一家做 凌波的东西他非常好吃 凌波人喜欢吃汤圆 那喜欢吃莲膏 凌波莲膏 那他们的种子也很好吃 江浙的东西啊 那大家知道 我讲这 这 蔡万兴 他原来是一个小店 这小店原来开在 我们电台的对面 后来就搬到湖州街16号 靠经济部 现在又搬到和平西路 118号 各位朋友上网 蔡万一万两万的万 高姓的姓蔡万兴 不过你如果进去啊 老板不姓蔡喔 因为他已经转了 这家老板做得也更好 他叫曹 姓曹 所以是曹小姐 那 有时候你叫个排骨 不然都很好吃啊 各位知道 我跟赵顺是好朋友 赵顺已经过世了 演员赵顺了 赵顺有的时候 小统你常讲这个 我一定要带你去吃一家好吃的 我说不要 你生活那么困苦的 不要 因为其实他也没有很困苦 因为大家知道 这些年的偶像机都喜欢找赵顺 赵顺都演老爷爷 很有意思 因为他服务太太 他说一定要 哇 好吧我就去 他带我去是哪里 就是蔡万兴 我一进去老板就叫我 你认识啊 你来过 我说我很熟啊 当然我们就吃了很多好吃的菜 你随便交个排骨饭 菜饭排骨 你看最多一百多块你就吃了 哇这东西怎么那么好吃 对不对 就跟陆冰湾吃一样 没错 我跟我这个朋友讲 我说你如果晚一点吃 我们这条南昌街 要跟楼市乎路交叉口 那里有一家店 他没有店名 只写两个字 牛杂 但他傍晚才开 我说你要是有空 有经过你就吃 这家的牛杂非常干净 非常好吃 知道的人很少 几乎没有人写过这家 那他说 你那个 我说我都会留意啦 我说我很多记忆 会很深刻是因为靠美食 我吃过美食 我就会记住你嘛 对不对 这是一个 我们用脑袋记忆 我用味蕾来记忆 好 那还有什么这样小吃呢 这种天气来一碗 乐乎的汤是不是很好 鱼汤最好 肉汤好像太油 请各位朋友 我们这边的捷印站 台电站 你只要上龙泉 龙泉鲜鱼汤 龙飞凤梧的龙泉水的泉 各位朋友 那当然啦 你如果在万华 万华这里有一家叫陈继 他现在也开一家分店 你看喔 你都可以上 诚实的陈 记住的记 你说陈继这名字好熟 你知道陈继 陈继的排骨汤好吃 好吃 那个就排骨味道 就纯粹的排骨跟萝卜味道 然后你在教一碗菜饭 乐乎乎的 我讲 但你说陈继名字好熟 我告诉你 陈继真正有名的 其实是永康街那家陈继 这个老板是一个越南的 乔生 姓范 范 范大哥有一天碰到我很开心 小董 我都好久没看到你 你来我一定要请你什么 我说我每次进你们都大排长龙 永康街大排长龙不是成绩 是摆在他门口 那个卖天津抓饼的 任何时候去都一堆人在排队 过去排队 大家想说一定是那个卖冰的 那个冰法兰克 又跟他老婆闹结婚就关了 那个芒果兵 那个芒果兵是那时候永康街的传奇 他叫法兰克 那闹结婚 产前就全部变老婆的 他自己又出去 现在不只要搬到哪里 但是没关系 我告诉你成绩 成绩专门做夜兰的 那夜兰这个好吃在哪里呢 他好吃到他的对面的巷子 离他只有15步又开一家 那也是好吃的不得了 各位朋友 那你要讲夜兰的美食 那因为现在很多夜兰人驾到台湾 所以很多人都开了夜兰美食 但是有很多夜兰美食 融入了台湾味 我吃起来我都觉得非常的对味 所以下一段 我会再跟朋友来讨论一下 其实讲吃了怎么讲都讲不完 因为人生太多这种美食的记忆 念念不忘 那新春 大家讲一点轻松了 等一下回来 我再来讲更多的故事 马上回来 大家新春快乐 我是小董董之生 我刚上一段讲 成绩 诚实的成 日记的记 范大哥是怎么开这家店 范大哥说 他家过去在夜兰 家境还不错 华人嘛 华侨嘛 那时候政府说 华侨来读书都有优待 他们就来读书 结果夜兰就淪陷了 淪陷了回不去啊 回去都让共产党很凶啊 怎么办 他们在这边 毕业值啊 本来想说毕业就回去 接家族的事业啊 那因为又有台湾的高协力 又回去应该是很好啊 结果回不去 就把过去在 越南吃的美食的记忆 留下来 开了这家成绩 没想到生意出奇的好啊 所以他是民国六十四年 以后开的 各位朋友 这日子过久了吧 方大哥有一天带他太太 然后碰到我 跟我讲说小统一定要来 我们都好喜欢你喔 我说会会会 那其实啊 我吃越南菜的经验 当然我们过去 在台北要吃有几家 他开头都叫翠 翡翠的翠 譬如说台大那里有两家 叫翠炎啊 翠心啊 对不对 你只要看这个翠字 他们都是那时候的 越南留下来的学生 那我吃过哪一家印象最好 他的品质一直不变 在荣安国小正对面 新生南路三段 他不晓得叫翠炎还翠心 各位 经购的时候 他就在紫腾炉的旁边 那这家的品质是 里面维持没有变的 其他的有些都有变 他们本来总共四家 那价格也不贵 虽然是餐厅啊 价格不贵 所以我有一天在那边碰到一个 有个学校的董事长 他是厦门人 他非常喜欢我 他东西叫来的时候 刚好我进来 他说老板 那个菜先给小董 他也不管我爱不爱吃 这个老太太那一年86岁 他的几个亲信 在那边请他吃饭 特别吃不一样的 他是个老太太 厦门人 那刚好我进去 老板那菜先给小董 那老板也认识我 说董大哥 那个 我说不用啊 这个是人家 他是没关系 今天 张奶奶开心就好了 那个张奶奶 因为吃过以后 他觉得念念不忘 他的那些亲信 就带他去吃 那他就觉得好吃不得了 那我就平白 被他赏识了两个菜啊 一个 厦门的老太太 那我讲喔 有时候吃这东西是一个经验 可是有这东西 他是有传承啊 有一次几个金门的朋友 他们来听演唱会 那听完以后我讲 那大家去吃个不一样的 我带他们去吃了以后 隔了几天 他们非常开心啊 为什么要隔几天你知道吗 因为他们吃了觉得很好吃很特殊 可是隔了几天喔 这家店 既然获得米其林的推荐 他说喔 你好厉害喔 我们吃完他就获得米其林 我说他们搞不好 怀疑你们是神秘客 米其林的神秘客 这家店在哪里呢 在东风街 我印象中六十号 因为我长期啊 他叫彭家妍 彭呢 彭呢 彭就是我们姓氏的彭啊 家里的家 家庭的家 花园的妍 彭家妍 很多人喜欢用姓氏 什么董记彭记 对不对 有些人叫彭虎 彭虎家宴 彭家菜 最喜欢用这种名字 他叫彭家宴 老板没做就姓彭 这家菜 其实不贵 其实不贵 我们那时候吃的人 再把台湾的同学叫一叫 叫了十二个人 我们吃了不到五千块 就是来讲不贵啊 就来讲 那这彭大哥啊 我就跟他讲 我说我有金门来的朋友要吃 没关系小董 你吩咐我就 我就帮你弄了 也不用点菜啊 他里面哦 很多东西是很好吃 最有名是 印尼鸭 把鸭肉把它撕开 包在印尼里面下去炸 非常好吃 这是他里面的 经典之菜 另外一个叫穷山豆腐 他们是广东菜啊 穷山豆腐穷 穷花的穷 穷窑的穷啊 山上的山 他穷山豆腐 因为他其实是用蛋虾去弄 非常鲜美 跟他里面的牛肉汤 他的牛肉汤也很鲜美 就普通的牛肉汤而已 因为新鲜你喝起来 他里面就是一个穷山豆腐 一个牛肉汤 一个印尼澳 让我念念不忘 那各位朋友 其实早年哦 大概四五十年前 就是在我刚讲的这些 电视公司旁边 以前只有台式中式华式 有一家店叫做枫林小馆 秋天来了枫叶满山林了 枫林小馆的老板 后来他就开到新店了 双木林小馆 那现在应该还在 他们家姓彭 他后来要搬走 他们很多堂兄弟 大家什么都协会了 所以你打彭家言 可能有两家 一家我讲的东风路 东风街啊 台北东风街 在敦化北路口那里 然后一家在盐集街 那这家彭家言出来以后 他最有名的 后来被很多人推荐的是哪一家 你知道吗 是醉丰盐 也是那个丰树的丰 喝醉酒的醉 在台式旁边啊 台式旁边那条巷子 就是八德路山段 应该是八巷或十二巷 那条巷 应该是十二巷 那他家醉丰盐 他们的菜色都很像 他们就开很多分店 都是堂兄弟姐妹 譬如说你如果经过信义路四段 我讲的名字 你就要找柱子 不用特别瞒 把它Google Yahoo 搜寻 一定有 因为这一店都很有名 而且菜都很好的 叫老鹏的首鹿菜 球楼菜啦 都是那个鹏 他们全家都姓鹏 老鹏的首鹿菜 醉丰盐 鹏家盐 然后我就吃啊吃啊 我想说奇怪 吃了当然 味道都很 都一样嘛 然后我就吃 我就吃出一个心得 我就想说一定还有哪一家 有一天我一个朋友要退休啊 我就说那我请你吃个饭 他说哎呀 我们公司都那个都吃过 我就有一家你一定没吃过 他在哪里 我说我从你们这边走 啊往哪个巷子 他说有吗 那里有餐厅吗 我说有 这家叫广安楼 广东的广 鞍前的鞍 我说这家叫广安楼 他说真的吗 我就打到他订了 订了去吃 他说哎 我都做到退休 我才知道 我们这里有一家店这么好吃 这家也是他们 风铃小馆系列的 所以你知道台北 光台北 你要吃彭家园 相同的菜 很多啦 那彭家园我特别推荐的是 因为他也有包香 老板也非常亲切 那当然老鹏的首鹿菜 或者广安 或者最峰 最峰 最峰岩 他其实都很不错 最峰岩的名头最大 为什么 因为就在台市旁边 很多影歌星就会出去讲 哎呀多好多好 他东西的确很好的 那这条巷子 因为就在台市旁边嘛 他好吃的东西就非常多 台市旁边其实他有一个市场 叫中轮市场 里面有很多好吃的 那那里有一条路叫北陵路 北陵路也有特别几家好吃的 你如果去逛一逛 那几家卖鱼的海鲜店 其实都不错啦 我就不特别讲 那我为什么特别要介绍风铃小馆 因为他的传奇就是他开支善业 你知道在台湾 很多好吃的东西你吃了 想说以后四五十年再来吃 没有了 子孙不愿意做 那我去年因为疫情 我最难过是我一个好朋友 他的店锁起来了 他不想做 他说我装了七根支架了 我不想再做 他是永和的 永和的上海小馆 那这个人二马鹏 二马鹏 冯兆林 洪大哥 跟我讲小董我不要做了 我说为什么 他原来在文化路 他是台北数一数二好吃的 你不用到大饭店 这家就是上海菜第一名 第二名就是他 比大饭店的都好吃 洪兆林 洪哥 然后另外一家呢 另外一家当然 我们其实很清楚 大家都知道我小董讲过的极品鲜 极品鲜在衡阳街 极品 那极品鲜 极品鲜的老板叫陈立荣 他跟我也不错 他们两个啊 大概 我们知道 其实有人喜欢写这一类的文章 那认为说极品鲜的陈立荣 他过去是到美国开店 赚很多钱又回来开 那因为疫情啊 就餐厅不能进去 差一点导电了 碰到我 我说 他小董 我今天就只有你一桌 那时候刚开放 就只有你一桌 我说那你那个 因为他那个地段 特别贵 大家想想看 衡阳路跟重庆 南路口 那时候那个都贵啊 东方书籍那里 那非常感慨 今天谢谢很多朋友 新年快乐 下次有机会再谈